引进事先预警了 还是不听 还很热关 那现在一大堆人出来检讨 那这些检讨的人 我讲的难听一点 绝大多数都是认为刘明珍他会赢的 然后事后放马后炮 说他老早他就看出来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针对2024年国民党由谁出征 侯友宜不表态 郭台铭不说话 朱立伦动作平平 这三个应该已经摆不平了 那所谓摆不平 就是侯友宜希望党中央帮他解脱 那郭台铭呢 希望重回国民党 重新开始竞争 那朱立伦呢 都是敬陪莫作 那敬陪莫作的人 他想老三变成老大 那偏偏他又做老大的位置 所以这三个人之间 已经到了一个王不见王的地步 就是说这三个人 已经没有办法 心平气和好好的坐下来谈 谈出一个结果 由谁代表国民党出征 毕竟重返执政 他的目标高于县市执政 如果国民党在2024 没有办法重返执政 重夺执政权的话 你地方县市长再多 你也撼动不了民进党 那显然民进党在战败以后 他们一心一意的心思 完全放在了大选 他们认为大选是他最后一道关卡 地方执政县市 统统都丢的差不多了 只有4加1而已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可以想想看 国民党难道不能趁胜追击吗 事实上王宏威上次赢的 已经相当的惊险 林明珍的败 事先都已经有机可取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个很好的棋局会搞到 大家弄到紧张兮兮 那现在有人终于站出来 希望侯友宜 你就不要表态了 那你就参选吧 但是侯友宜只要宣布参选 我已经讲了民进党的三部曲 第一个雪流成河 第二个新风学语 那你第三个刀光剑 因为毕竟这个看如何过 已经不是侯友宜个人的问题 同时我在网络上 我在视频上 我也一再讲 一再写 侯友宜没有必选的理由 因为这个位置 他进可攻 他退可守 他没有必选的理由 甚至于他也认为说 国民党如果有适合的人选的话 你们参选吧 那我不选了 但是各位不要忘了 如果侯友宜不选的话 我告诉各位 也没有2028的 原因非常简单 一个林林争的视线 他已经变成了战犯 如果他再不选 国民党又败 那所有的剑把 都会设在他的身上 所以我就说 侯友宜的选不选 是跟他要跟党中央之间 一定要有一个默契 你党中央 他主要是帮他解套 那侯友宜也强势宣布参选 否则的话 民调就会直直录 这个我已经不知道 讲过多少次的 这种简单的道理 玩过选举的 大家通通知道 但是就有人不服气嘛 或者不甘心嘛 那其次我们讲到郭台铭 郭台铭说他要回 国民党 然后他高调宣布 要回到国民党参选的时候 最近各位有没有发觉 他连一句话他都不说了 就是换句话说 新会议人 他还没有回国民党 那个箭已经射到他的身上 这个就是国民党的个性 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你把郭台铭视为一个资产 国民党会赢 你把他认为是负数的话 那国民党就要为这个负数两个字 你付出你的政治代价 政治是可能的艺术 不要搞成不可能 那现在问题是说不可能 为什么 原因是在于两强相争 那这个两强相争的局面 是谁造成的 难道是郭台铭造成的吗 不是嘛 因为你们认为 郭台铭他有赢的希望 所以他才愿意重返国民党 如果你们认为他稳输的话 你把他看成是温神 或者是黑白无常的话 大家避之为苦不及 政治是讲究实力 政治也讲究现实的 那毕竟郭台铭是政治素人 他虽然商场得益 但是他是政治素人 那他一定要依靠国民党 那现在国民党对于他这种态度 他敢靠过去吗 这个是郭台铭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朱立伦 朱立伦截至目前为止不死心 然后从来不讲明确的承诺 然后他还是讲 他说如果有意外的话 他要出征 他的心思就放在这里 那现在这三个男人 还不如一个女人干脆 这个就叫卢秀燕 因为卢秀燕非常干脆 那我不参选 成功不必在我 团结一定有我 那干脆 如果这三个人 还是这种态度的话 我建议 国民党直接征召卢秀燕 可以杀的乱青的措手不及 况且他的政绩不错 他的政绩不错就是台中缺水 还有台中的火力发电 卢秀燕通通解决了 各位就可以去看看 他是以一个女性的心思 来处理 来处理所谓的政治上的难题 或者老百姓面临的民生问题 民进党如何攻击他 其实坦白说 他的得票数是比侯友谊还要漂亮 接连两次比侯友谊都要漂亮 那换句话说 这个国民党的三个男人 在那边扭扭约约 各怀心思 你还不如找一个妈妈市长 给大家一点温暖 在台湾生活已经够苦闷 大家都感觉到焦虑 尤其是男人群众的焦虑 至少卢秀燕出来 他有可能跟任何人合作 所以呢 如果侯不表态 郭不说话 诸不死心 那干脆就由第三者 卢秀燕代表出身 反正大家都讲 国民党人才积极 但是国民党所谓人才积极 手指数来算来算去 就是这三个 就是侯友谊 假如不算郭台铭 大概只有两个 就是侯友谊跟卢秀燕 轮不到朱立伦 也轮不到郭台铭了 这么简单的算术问题 他要变成一个几何 甚至于三角函数 这个是匪夷所思 我真的不知道 国民党的党中央 到底在想些什么 总而言之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每一次跟国民党的朋友 在那边谈 真的是一句话 我都不想说 懒得说 然后借口理由一大堆 借口理由一大堆 然后到了最后 我们其他的事件不讲 我就讲林明珍事件好了 已经事先预警了 还是不听 还很热关 那现在一大堆人出来检讨 那这些检讨的人 我讲的难听一点 绝大多数都是认为 林明珍他会赢的 然后事后放马后炮 说他老早 他就看出来了 可是我翻了记录以后 他们在节目上面 你还是讲 林明珍赢是小赢 我不知道他们乐观的理由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这三个人再不表态的话 那就干脆去 如秀验选 杀得赖清德 措手不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